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当迅速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 且让西方国家也哄我国 但是稍微了解中国文化就知道 我国对于称霸世界并没有什么兴趣 这也就让很多国家感到疑惑了 那就是中国都这么强大了 却不争霸 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 英国专家也给出了答案 即使中国文化和西方国家的文化 还是有很多差别的 直白地说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周恩来总理曾说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近些连来的追求 中国曾经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不敢说征服世界吧 但是在周边的国家中 很少有可以和中国抗衡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都没有盲目地扩张领土 如果真的做了 中国领土面积何比现在大得多 所有国家都是有野心的 只是追求的不一样罢了 比如美国就是想要称霸世界 日本则是希望拥有更多的领土 而中国只希望能够保证 自身和平稳定的发展 所以英国专家才会说 中国不会称霸 如果中国真的如西方政客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称霸有野心的国家 那么我们国家的实力 绝不会仅限于如此 西方对我国的误解 在一定程度上 确实影响了我国的发展 也影响了与其他国家的往来 但是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 相信会有更多国家了解中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